- 要吃喝玩樂,要八卦內幕,要社會新聞,要解決問題,劉俊耀下午2點,非要不可 好啦,酒吧新聞討論,你現在說明什麼是非要不可,我叫你非要不可的劉俊耀受要藥 - 會不會是對最想要,在我們下場的是台北市議員陳彥博 彥博你好 -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 - 主持人大家好,把臉的側面對到鏡頭,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你的收看率是最高的 因為大家都喜歡看那種沒有料,但是長得帥的人 - 我坦白講,我真的是很稱職的花瓶,這點我必須要承認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開玩笑 欸你開玩笑我認真的 陳彥博那個花瓶 花瓶裡面插了非常多的花 來自世界的 真 這個 講不下去了 我們這是有這個水準 有氣質的節目 今天呢要聊什麼 我想聯政委員會 台北市政府要成立一個 聯政委員會 那來查這些 所謂的五大案也好啦 將來會有八大案 十大案我不知道 會不會越來越多啦齁 那這些案子呢都是前朝所留下來的 或是正在進行中的 前前朝 那這一個聯政委員會成立的 這一個功能跟 欸我 我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啦齁 因為如果需要你們這個 那剪掉單位 怎麼辦呢 你原本的正風處 是要幹嘛的呢 然後會不會疊床架屋 那會不會有一種讓人家覺得 好像是東廠 的這種味道 還有你知道以前東廠是可以去 殺魯掠 勒索 然後事後再爆黃上 是不是 東廠呢 他就有這種呢 這種好像類似上方寶劍這樣子 欸你真的是 腦袋真的是不錯 是不是 這個聯政委員會出來 我終於聽到一個比較好的形容詞 欸這個東廠這個形容詞 從你嘴巴裡面講出來 真的是不錯 總算塗了一些骨頭出來 好 這個東廠呢 這個以後會是怎麼 成那個運作或怎麼樣 我待會咧 我們好好的來聊一聊 在聊這些東西之前 你就會去想好 那有那麼多的 這個 這個案子 要來去解構他 但是我先看看現在有的一些事情 那柯文哲他就是什麼樣的態度 比方說 比方說 他的團隊裡面 有人在吸毒 對 有人在吸毒 這件事情 那剛剛節目前咧 這個彥博跟我講的是誰 嗯 那 你可以在節目中講嗎 不需要啦 我沒有給他驗尿 對 我沒有給他驗尿 沒給他驗毛髮 所以這個不能講 那這個是一個黑函呢 謠言呢 還是說 你們的消息怎麼來 我有查證 我有查證 但是我覺得 對這個人的榮譽 就是跟這個 有吸毒的這個官員的朋友 有查證過 你跟他本人查證 不是不是 是跟他的朋友查證 然後 但是我沒有直接的證據 因為我也不能完全全全的聽信 他朋友的所以 因為你沒有給他驗尿 也沒有給他驗毛髮 這些東西 我不能馬上講 但是 我覺得這個傳言 已經是沸沸揚揚了 你說這個 傳多久了 我傳了 從這個 從這個 從他的小內閣 組成之前 就是說這個官員 就任之前 就稍微聽說過 然後後來又有這個 雜誌又有報導過 雜誌也報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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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我去了解了一下 確實是有這樣一回事 但是礙於我 不是這個公權力的機關 我沒有公權力 檢查 沒有檢查 司法這個公權力 這個 這個 這個power在 所以我沒辦法對 那個人去進行他 但是柯P有 那我請教你喔 柯P可以要求 柯P可以要求 你們有言論免責權嗎 我們有言論免責權 言論免責權 就在議會裡面 在議會的裡面 那如果在議會上面 你要質詢他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當庭質詢他嗎 可以啊 那我提供了 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在議會裡面 你就當庭質詢 而且你可以 把你的所掌握到一些可能的 為什麼要問他 那你不是空穴來風嗎 一定有一些什麼 什麼風吹草動 或者有一些 你可以議會在裡面 上面就質詢他嗎 可以啊 這個質詢 可以質詢市長 因為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給他抓起來 驗尿 所以我不能說 你這個受邀要 就把你叫過來 然後 影射你好像有 那到最後你真的沒有的話 我不是冤枉你嗎 你看 像我這樣的人 都不願意去冤枉一個人 你看到我們柯市長 把所有的商人打成奸商 這個待會好好再講一下 但是 柯市長 對於他的團隊裡面 傳出吸毒的這件事情 他的態度是怎麼樣 他都說 他反對黑韓文化 黑韓 他認為說這個是黑韓 對 然後反對黑韓的文化 然後反對這個 這個說什麼 要爆料的話 或是怎麼樣 就站出來指證 對 但問題站出來指證就很危險啊 因為我們沒有所謂的 那個司法的公權力在 你現在直接爆料的話 那就對那個 對當事人也不是 也不盡公平啊 所以 他反對黑韓文化 就是我也不喜歡黑韓文化 可是 他反對黑韓文化 但是呢 他現在做的 他現在做的卻是 朝黑韓的文化在走啊 怎麼說 比如說 你說你說這五檔案有問題 哦 那你是黑韓 對啊 他現在哪有什麼證據 你告訴我 哦 你講得真好 你這樣子一類比的時候變成 你只准 周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等等 味道就出來 所以人家說 他的團隊裡面有人吸毒 他說 我們去查 我反對黑韓文化 可是 他把前朝 前前朝所有的案子 他覺得全部都是 一定是有人跟他講說 這有問題 這有問題啊 對 他才會去查嘛 他才說要查嘛 那這個人家跟他講 也是沒有證據啊 也沒有證據啊 你為什麼覺得他沒有證據 我舉個例子來 你講好了 好 那個富邦的那個問題 文創園區 宋恩的文創園區 他自己講的嘛 柯文哲自己講說 欸這個 我查過了啦 都是合法啦 只是社會公管不好 我問你 如果是合法的話 那你憑什麼去查人家 嗯 對不對 好你覺得說這裡面的議約 雙方的這個條件不平等 你可以去跟那個富邦協商嘛 就說欸這個我覺得不平等 嗯 對我們市政府虧待到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議約 大家重新來談判 嗯 你不能把人家打著縣市奸商嘛 把人家覺得說你是有問題 欸我告訴你喔 社會觀感不好喔 嗯 就像流氓一樣 欸我看你 我看你很不爽的喔 你跟我們比較注意一下 你覺得這樣子 會不會讓人家產生心生恐懼 而且社會觀感不好 叫來自於友誼 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講了什麼話嘛 對啊 那富邦又講了什麼 什麼話或什麼 你看喔 他跟蔡明忠見了面了以後 蔡明忠出來 從頭到尾到現在都沒有講過 柯文哲怎麼樣 嗯 可是柯文哲一直對外放話 嗯 同樣的他跟郭索森見面 跟其他人跟那個趙騰雄他們這些人見面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出來都不願意去多說什麼 是 可是一直出來放話的人 全部都是他 他自己還有他的後話 對啊 都在到處放話 甚至於 甚至於放任他的後話 他講 可別不是講說 所有事情都有SOP的流程嗎 嗯 但是他的發言系統完全沒有SOP的流程 嗯 放任他的後話到處咬人 嗯 你覺得這樣子 言語 這個 言語帶人寬於律期 你覺得這樣對嗎 這種 這種做法我們當然 我們當然不認同的 嗯 這個就是 像我前兩天 前兩天問了這個 朱祭忠 他們上週不是去訪問了 柯文哲嗎 柯文哲他 他用了一種說法 他說他發現敵人喔 他的方法就是呢 你要嘛就是刺猴偵察嘛 派個刺猴啊 派個偵察兵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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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敵人在哪裡 他人在虛實 嗯 另外一種叫做呢 火力搜索 什麼火力搜索呢 他就說齁像打野戰一樣 嗯 他把市政喔 拿來作為 用打野戰來 來類比喔 他說呢 我就火力掃射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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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拿機關槍那邊 看到 看到一個樹蟲 嗯 我不曉得裡面到底有沒有躲人 嗯 我就先機關槍先掃 掃了他 然後呢 萬一 有敵人 再看看他怎麼回應 嗯 但是 我另外想到一個 萬一裡面呢 都是散兩大百姓 如果打到果農呢 對 就果農躲在上面 躲在樹裡面 那個廠商之間 可以用這種方式嗎 不行的 第一個喔 我講一個比較現實一點 我們鼓勵這個財團 或是鼓勵商人 來台北市投資 對 那你是不是要給人家 一點好處 否則他幹嘛來投資 對 好 那你這個財團 歡迎財團來 財團成就了什麼 成就了就業機會 成就了就業機會 然後他賺大錢呢 我們就給他課稅 對 對不對 這個才是雙贏嘛 結果你現在 心個怕 先把這件打成尖傷 我想請問一下 你看到這幾個 這幾個 這幾個財團 如果真的是有官商勾結 好吧 你就送檢調就好 你就辦嘛 趙成熊 趙成熊啊 蔡明忠啊 郭台銘啊 郭所正啊 這些人你覺得有問題 你通通給他送到司法檢察機關嘛 可是你這個 是你不送 你先拿槍先打他們 我想請問一下 衛審先判就這樣 這什麼叫衛審先判 就是這樣 這不是衛審先判 那什麼是衛審先判 人家對商人公不公平 對不對 對商人公不公平 也不公平 也讓商慾要建議 那現在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 你知道嗎 阿拜齁 台北市所有的重大建設 民間不敢來投資 敢來投資人 就是跟柯P講好的人 你再敢來 或者是柯P的人 對嘛 柯P的人 這是非我族類 非我族類 我先把你打成這個奸商 先把你收服了 以後你要配合我 是不是這樣子呢 對不對 那以後正直的商人誰敢來 嗯哼 以後正直的商人 所以火力搜索的意思就是說 把 不是他的人先打死 我的人 已經站在我後面了 對不對 前面的人我管你是什麼 我就先 管你是友軍盟軍 還是果農 還是那個 或是善意的第三人 對 先打 還是義務兵 哦 先一陣掃射 把他們都打工了 對 你要聽我的 或者沒有打死 或者根本也沒有打傷 但是把他們嚇跑了 好 因為他火力搜索 都沒人 那那個位置 來 我後面的 誰跟我比較好 那你去那個位置 你去那個位置 是不是這樣呢 對啊 我們現在這個也叫黑寒嗎 我們現在在講柯P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言論 這一套現在的言論 是不是也叫黑寒 這個不叫黑寒 我們是公開講 而且這個是受藥要講 跟 陳議員講 對 我們就事論事 但是如果這樣 他聽起來的話 他會不會說 那你們講這個又是黑寒 對不對 你怎麼會說我跟誰 哪個場上比較好呢 可是問題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把這一些呢 可能跟你無冤無仇 或者是根本就是 非常奉公守法的商人 不過他只有賺錢的商人 你就把他全部打成 你仇富的話 你全部把他打成 他就是呢 欸 我用火力搜索 看看你們又怎麼 怎麼招來回應我 他現在的目的就這樣啊 他說 你如果拿出小刀的 或拿出原子彈的 我當然先對我那個拿小刀的 對啊 嚇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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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四指挑軟的吃 對啊 那現在也是啊 你現在就稍微硬一點的 你看 那馬上就講說 人家態度也很好 也很配合啊 誰硬一點 比如說像郭台銘這樣子 馬上就改口 也稱讚他說 什麼是個 什麼英雄 什麼硝雄 對啊 又改口了 那你說你這種人是怎樣 你嚇壞人 你就比他還壞 你就比他還壞 對啊 所以你比他還壞 其實你這樣子好不好 其實這樣就變成大家 這個社會就不會想我 你柯P你說這個 好農賓是用他的笨 掩飾他的壞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是用他的壞 來掩飾他的無能 你認為他無能 無能怎麼說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這個連政委員會 你不會用正風促 你不要用狼 你不敢用正風促的人 然後那你不會用人 就表示你不會用人 你無能 那另外一個 你不敢送檢調 就言之說你根本沒有辦法去理清這個案子 到底問題是在哪邊 要不要送檢調 你不敢 對不對 那你找一堆這些人的背書 這些人 這些人什麼瘋光源 什麼螞蟻公 然後什麼車 一些什麼律師 還有他的社會部門 紅士坤 對啊這些人 那你知道這些人的背景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你說講作家瘋光源好了 嗯 從他的言論 對這個公務體系 對公務人員 幾乎根本就是 敵對的 一直就是一種 一直在辱罵 夜瑜啊 夢刺辱罵 那你說好 這種人加入這個團隊 他一定是 我就 我就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啊 嗯 他就是把你這個人 都覺得有問題 就是衛神宣判啊 我覺得他這種人 他就一定會這樣子 連政委員會的 需不需要有一些 一些什麼 所謂的 方案經驗 看他這樣子 哪有什麼方案經驗 需不需要有 當然是需要有最好啊 但是問題是 因為你就會對於 黑雙駕屋啊 就是你要有一些 法律基礎概念 你要了解嘛 因為有知道 什麼叫經驗法則 對啊 什麼叫做論理法則 對啊 你至少要這些 好那你說市府的顧問 那種洪志坤 一天到晚 在他的臉書上面放話 在修理別人 我想請問一下 到底是 柯文哲 到底他的發言人 到底是誰 我現在也搞不清楚 他的到底發言人是誰 市府還有發言人 他草木皆兵不可以嗎 遍地開花 到處誰都可以講 那你發言不是說 你要求公務人員 要有SOP 然後你又沒有 你自己都沒有啊 你放任你的好啊 在亂家 對啊 那你這個洪志坤 一直在罵前朝 那我想請問 這種人加入這個連政委員會 你覺得他會公平公正嗎 他已經有立場的問題 對 那連任委員會調出來說 這個案子有問題 可是送他檢調以後 見到說這個沒有問題啊 是 那我到底 那你柯兵你要聽誰了 然後你是不是在浪費我們的公檔 浪費嘛 我們納稅人的錢 就當然去找了這一批人 然後去玩一些 玩一些沒有實質的東西 再問一下 問一下我們這個 社會記者的專家 這個連政委員會 找你來 請你來協助調查 對 你要來嗎 我都不了你 你可不可以不來 我當然可以不要去啊 他是什麼單位 對啊 你有公權力嗎 對好 你有強制力嗎 今天地檢署或是法院 傳你這個 說要來你要不要來 當然要去 這不但要去 而且這是最基本的 國民的應進的義務 而且呢 他抗船集鞠 集鞠 對不對 你如果不來 你抗拒我船換你來呢 我就鞠你 我就鞠票 開出鞠票 不是怕性 這叫奉公守法 對啦 奉公守法 那這個連政委員會 他有這樣的權利嗎 沒有啊 沒有嘛 他頂多 就是問一下 這個市府的公務人員 然後調調文件 給市長看 我告訴你啊 民進黨的這些議員 也私下跟我講 柯P說什麼 要大家把這個 他要把這個所有的公文 秀給大家看 然後說什麼 還要說說 你好龍兵 你當初把這個公文給大家看 就沒事了什麼的 可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發現有很多議員 要資料都要不到 把公文給大家看 這個是好事還是不好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公開是最好嗎 還是說 他也要一定的這個 我們公文有分啊 秘籍及機密什麼的 這些秘籍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他意思就是把所有的機密 以及機密都可以打開給大家看 這樣密集的這種東西 這樣不對 保密的目的是 是為了什麼 就是 好我們先進到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來聽 聽 陳彥博來 對於機密這些東西 這些文件 是不是 欸有些人是 那機密一封封了50年 他才解密 對啊 那這個 為什麼要封50年 這一定有他的目的嘛 進廣告廣告之後就聊 好啦九百新聞台 我劉軍要受 要要陳彥博在我們現場 彥博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延續剛剛講的 那 這樣子的一個 廉政委員會 那 如果他今天呢 這個運作的方式 不像是說 他能夠有真的實質上的調查權 那會不會就變成一個虛應故事 而這個虛應故事呢 會產生什麼呢 產生一種效應 什麼效應你知道嗎 就是被你調查的人 他會心裡面會有一種忐忑不安 一定的啊 他會覺得說 欸我怎麼會被你調查或什麼什麼 你要約堂我 你發個文來 來約堂我 那這個時候呢 我跟你講 我以社會記者角度來看 他這個就會呢 造成什麼 什麼叫 借事借端 你記不記得 林醫師那個時候呢 有一些什麼叫 借事借端 因為什麼 借事借端就是 我的權勢比你大 端呢就是 我本來沒什麼事 但是呢 我無端的找你來 叫你來 叫你來 無端來來來來 你來連政委員會說明一下 那這個就是有借端 可以幹嘛 借事借端可以幹嘛 勒索恐嚇嘛 可以勒索恐嚇 欸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 的這種情況呢 這個我跟你講齁 這一定會 為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個 你這個連政委員會 如果最後去查所有的案子 忽然告訴我說 這個案子沒有什麼 對 這個案子沒事 你覺得這個社會的輿論 會放過他嗎 不會啊 因為已經 他被連政委員會查了 這個就是我們社會 這個連政委員會的人 一定承受不了說 我查出來的案子 是沒有結果的 或是沒有違法的 對 他自己都承受不住壓力 所以他們到最後 這個連政委員會 一定是會 一定會 假借所有的那種理由 所有的借口 給這些 這個案子定罪 你知道嗎 好 那這個 這個 承辦的這些公務人員 來 你把他叫過來 對不對 這些人已經帶著 有色的眼光 已經激色的立場 去看 你一來都覺得說 你一定是有犯罪的 而且你一定是 一定有關上勾結的 不然你怎麼會 就像柯文哲一樣 我先給你打錢 先給你打錢 你再招 了解嗎 所以你看 這個連政委員會 還不用 他還沒有運作 我們大概就可以 可以感受到 他就是這樣 一定會入人於罪 為什麼 因為他沒辦法承受 這個到處要調查 是沒有結果的 好 那你調查出來的結果 以後 你要不要送 司法單位 那你司法單位 會完全 會完全接受 你連政委員會 調查的結果嗎 司法單位 一定又要重新調查一次 你不是浪費時間嗎 所以我問你喔 體制這個事情 在柯P的眼中 到底是 如糞土 還是他是尊重體制的人 他完全不尊重體制 我舉一個 兩個例子 第一個 就是現在講的這個連政委員會 我說他是疊床架物 對 你可以有針鋒處 你就送針鋒處 如果你覺得還有問題 你可以送監察院 你覺得還有院級 問題非常重大 你可以送司法檢調單位 這是第一點 另外一個 我們還要講到的就是 他為什麼用他的話 掩飾他的無能 他很多事情 他是不敢做結論的 你知道嗎 這個五個案子 他坦白講 他也怕得罪廠商 怕得罪財團 所以幹什麼 他把責任全部都推給這個 連政委員會的人 另外一個 公管的那個 商業區 徒步區的問題 你是市長 你要有睿智的判斷說 這個徒步區到底要設還不設 對 沒有 什麼iVoting 叫大家來投票 反正到時候就說 是大家投票 他現在開始 你注意看 他覺得說 這個公民參與度很好 什麼的 你公民的參與度 你要看他投票率高不高 那個是什麼投票率 而且你還要分耶 你還不是公民投票 你還要分說 什麼商家投票 什麼一般路人投票 什麼官商人來投票 投票的結果是怎樣 否則我用 我只要會用網軍的 我就可以影響 我就主導政策 對啊 到時候你的iVoting 你所選的那個 投票率高的 我今天如果 我是有心人士的話 我就去操作 我就操作就好了 然後他現在就是 他不敢做決定了 怕做決定了 怕說做錯決定了 他就全部用這種方式來 用公民投票這種方式來 表面上是好像覺得說 開幫共民參與什麼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誰都可以當市長 為什麼 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預算 我全部都是 我所有的建設 全部都來共民投票 那就找蓋洛普來當 台北市長就好了 對啊 對不對 找民調公司來 什麼都民調就好了 這個 這個要不要拆 中下系列要不要拆 來民調 唉唷 大家說不拆我就不拆 那大家說拆我就拆 那你要這樣可屁 那你要不要這樣 那你要不要這樣 那如果要這樣講的話 那是不是稅收可以減少 你公民投票 大家都一定就覺得 唉唷 可以不要中生睡最好 那他敢不敢 他不敢 所以他就選議題 他就是選議題 選那種議題 他不敢 他不敢做的 然後通通是推給別人 不敢又沒有能力判斷 然後你現在又怕說 自己做錯對不對 先把你這些人 先打成壞人 欸 你們都是壞人 我要來弄你 然後弄到最後 可能弄不到什麼皮毛 對不對 那對方反正已經黑了 對 那我贏到什麼 我贏到社會形象 因為我好像有 對財團開到 是 對啊 財團有嚇到 是 欸 所以我問你喔 廉政委員會 是有幾支 還是無幾支 照他們的說法 是無幾支 可是我懷疑啊 你開胃來 要不要吃點心 要不要喝茶 要不要那個 車麻費要不要 對啊 我是覺得懷疑 到最後搞不好 又巧立民部 給他們編一個車馬隊 來開會 領個便當錢 或什麼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以後陣鋒人員 還要幹事嗎 那就 你們原本 你們原本的陣鋒是呢 那台北市的陣鋒署 就把它裁撤掉了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吧 我跟你講喔 因為你既然又有 你又有陣鋒幹什麼 我有問過郝龍斌啊 郝龍斌說我們台北市 所有的這個 開 就是那個發包案 什麼的 陣鋒人員是一定要獵襲的 所以陣鋒是編制內人員 對 而且是一條邊 是一條邊的 陣鋒人員 我們每年考試 陣鋒人員 有陣鋒人員的考試 然後在各單位 然後這個陣鋒人員 是一條邊的 不是受市長指揮的 市長可以告訴他說 你可以去查什麼案 查什麼案 但是不能去指揮陣鋒署 是怎麼去查案 或決定他的查案的結果 對對對 他可以去要求說陣鋒署 你去幫我去查什麼案 幫我去查誰 但是他不能指揮 指揮說 我們現在的陣鋒是 陣鋒人員跟我們現在的連鎮署 中間有沒有什麼 那都有 都會有鏈結 啊這種鏈結是 因為這些包括 包括這個 監察員要去查案 監察員要去查案 或查什麼 陣鋒人員往往也是站在一個 扮演一個 輔助的角色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啊 陣鋒人員陣鋒市 是屬於編制內 正規的體系 他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他可以往連鎮署報 報 他可以報連鎮署對不對 甚至可以要求說 可以要求市長說 把這個案子移送到監察院 甚至移送到司法檢調機關 都可以 所以這個已經 已經是一個 運作的 運作的一個體 好龍兵 剛上任的時候 也有跟像柯P的一樣 也有這樣類似的想法 成立一個連鎮委員會 後來運作了一下 就覺得說已經疊長價物 所以他就把它解散了 就不再運作 所以整個台北市政府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 這些有任何的那個 就是回歸到正統的來做 就是你原本的體系就在這邊嘛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說 好像陣鋒人員都沒事或什麼的 你真的不能這樣講 人家在做事 人家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嘛 那開會的時候 人家陣鋒人員都在嘛 對啊 那你不能說 好像沒有什麼大案子 沒有什麼大爆發 然後你就覺得 好像大家都在睡覺 所以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到 柯文哲在弄這個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呢 我們長久累積以來 每一屆各屆各屆的這些市長 所建立起來的 還有這些事務官所建立起來 就是 就像一輛車子一樣 這輛車子呢 現在已經是打造好的 那結果你現在上來了 你比方說假設 這個鎮峰市呢 是其中的 其中的 一個輪子 你現在上來了 廉政委員會 來 我又在呢 這個車子上面呢 我又要再裝一顆輪子 那但是呢 問題是 這個車子呢 你現在等於是在 改造車子 而不是在決定這個車子 要往哪個方向開 市長呢 應該當的是一個駕駛員的角色 因為這個機器呢 台北市政府的這個大機器呢 已經呢 累積這麼久了 已經是一個很成熟的機器了 嗯 問題是說 你要它怎麼開 對啊 要塞進去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對 但是 裡面 如果有哪一些零件壞掉 故障 你可以去修理它 嗯 要更換還是怎麼樣 你要嘛 你更換 否則的話 你連陣 好 今天連陣跟陣峰 我們不要 不要講 不要講說它是 它是四個輪子其中的一個 我們講 前輪跟 前輪跟 跟 這個 右輪跟 左輪好了 你今天 如果一個是 右輪 一個是 你就多裝那個左輪 嗯 那到底要往哪個方向開 對啊 那左右輪是 不協調的 對 如果我是這樣 就是疊床駕駕駛 這個車子被你改 改成 本來四輪 對不對 那你五輪 你要跑好一點 你可以換輪胎嘛 就像我們 我們自己開車 你可以找進來好人 好輪胎嘛 換個輪胎 但是你不能說 你這個成立委員會是 像怎麼樣 你四個輪已經在跑了 結果你又加一個 第五個五個輪上去 對 那這第五個輪 聽誰 它能夠跟這個方向盤 還是 後來四個輪子 通通不聽方向盤的 只有那個輪子 聽方向盤的 那都不是很怪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 如果說它已經是 一個成熟的機器了 你現在不是剛剛建立民國嗎 剛剛建立民國政府 然後呢 什麼東西都是 都還在踹當中 對 那不是嘛 你們已經運作了那麼久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輪胎 變成抓地力搶的 或者是因為 你現在車子 想要去適合跑越野 嗯 所以抓地力要強 所以輪胎要換成什麼什麼 對對對 當然啦 這東西要牽涉到很多的 很多其他的細節 很多專業車子的改造 我現在不是 我現在只是舉例 舉例而已喔 那 你可以去換輪胎 但是呢 你不能把這個輪胎又增加了 本來四輪 好 那你現在是應該變成兩輪 變成兩輪 或變成五輪 變成六輪 所以 這個體制 我認為是應該要去尊重的 而且呢 這些陣風人員如果在那邊 你把它晾在那裡 他原本跟連鎮署 有公權力 的這些機關呢 他們所建立的這個窗口 你今天連鎮 全部亂來啊 就等於 你就不用他嘛 而且 陣風人員可以休息了 那我問你 連鎮署人員為了這些人 難道陣風 是陣風 連鎮署的人 就要接受他們嗎 為什麼要接受 對不對 為什麼要接受 因為你們是公務體系的嗎 哪是公務體系的 不是嘛 他們是事務官嗎 這不是啊 什麼都不是啊 陣風人員是不是事務官 這都不是啊 這跟你們講 這柯文哲的人啊 對啊 啊所以 這個事情呢 我就呢 有點看不下去了 好啊 好 台北市議員陳彥博在現場 彥博你好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是 延政委員會 柯P呢 他要成立的這樣的一個單位 我個人非常不認同 因為他沒有辦法把 在現在既有的體系裡面 體制裡面 他去操作這些單位 是因為他沒有那個能力去操作呢 還是他覺得說這些人他不能信任 那不能信任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哇狼啊 你可以換人 你可以申請換人 對 那但是呢 派另外一個人 派另外的陣風人員來 但是呢 你現在又成立了一個像 類似在我眼中看起來 就像東廠 就像東廠的這樣的一個叫連政委員會的 然後找了一些這些 呃 我也不曉得他們對於法律有什麼樣的認識的人 連政委員會就是至少要有法律 法律基礎 啊不然要 要嘛你幹過奸商 你知道這中間會 欸 對不對 對對對 我跟你講 這個香港的連政委員會一樣 一開始找那些很壞的警察來 對 還知道說這些壞警察做了些什麼 美國FBI在查印偉超的時候呢 也是啊 他的最大的顧問是誰 就是專門印偉超的那一個 那一個年輕的嫌犯 對 齁 那你這些人 你是真的有這些來歷嗎 你對弊案你能夠了解多少呢 對啊 你要嘛 社會記者都可能都要比你強 對啊 社會記者 常年來看到的這些官商勾結的 中間的這些舞弊的手法 我們可能都還比你強 你這些人 我不曉得是在幹嘛 如果是當東廠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清算大會了呢 他就是個清算嘛 我跟你講說不管這個案子 到最後是有沒有合法 有沒有問題 他一定會跟他講說一定有問題 否則的話他們這個面子會掛不住 所以連政委員會就敢 他一定就是清算嘛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市長是說 你可不可以對前逃的這些案子 可以做檢驗 可以 你覺得檢驗以後覺得怪怪的 沒關係你就送檢調 對 檢調在那邊嘛 檢調在那邊 他們有公權力 有司法的權利 可以去做一些清查 可以去做一些了解 然後再把這些人 這個提起提訴 提起告訴什麼的 這些都可以 但是你放棄的這個司法這些都不用 你成立的這些 成立的這個連政委員會 這個要怎麼 就是在清算 而且我們看到裡面的成員 包括像馮光源 這個 這個 洪志坤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立場就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那你這不是清算 這是什麼 所以已經擺明的跟你講說 你這 他不管查五大必案 六大案 七大案 八大案 我告訴你 這些人 這案子就要他們手上一定都會 一定都會 說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只要說沒問題的話 他們也掛不住 如果說他們說有問題 就司法檢調調 調查說 這個案子有問題 但是連政委員會說沒問題 你說這個 這個魚人會牢過他們嗎 一定不會 好那連政委員會說有問題 司法檢查 司法這個單位就說 這個案子沒問題 到底要聽誰的 你柯B要聽誰的 對阿 所以我覺得 這個跟柯B講的是說 如果你覺得 柯市長你覺得這些案子有問題 你就這種司法單位 沒關係 我們一定支持你 可是問題 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那他已經是勢在必行的 他有可能這個 報紙上面都弄那麼大的 大家都練習在那邊還拍照了 所以我跟你講 台北市現在 台北市現在 台北市現在我看不到願景 看不到市長給我們帶來的願景是什麼 我現在看到 我現在看到的是一場文化大分面 亂象 都在亂象 都一直在清算 我不曉得50年後 你一直講說台北市50年的那種計畫是什麼 我看不到 不要講50年了 未來這4年 你要為台北市做了什麼 你也看不到 我們現在看得到是一連串的清算鬥爭 而這清算鬥爭裡面 你不尋求正統的司法提系走 你要另屁的這個竅門 然後對所有的商人 對所有的前朝的官員 甚至於把我們 好 今天時間的關係呢 非常感謝 那都是壞人 感謝成員們在我們身上 謝謝